我們來看一下 剛剛呢 有沒有同學試看看 中文能不能打進去 點到它 按編輯或者點兩下都可以 你可以 點的時候你可以用滑鼠滾輪往前就放大 滑鼠滾輪往前放大 往後縮小 那 要移過來點怎麼辦 按住 按住哪裡 按住這裡 空白的地方 你就按空白的地方這樣拖曳一下 有沒有就可以做平移了 你 其實 Focus Guide也好 Brain也好 你把它想做就是一張很大很大的紙 讓你在那張紙上盡情發揮 你不用管那張多大 你可以無限大 也可以無限小 也可以無限小 那你點兩下多多兩下 有沒有注意到它右手邊 已經自動進到哪裡了 是不是文字的工具裡面來 你先看一下重點在字體這裡 有沒有發現預設是英文字體 所以很抱歉 它中文沒有用 但是 請你把它改一下 這裡 按一下 它會跳出 跳出來有沒有 那你往下走往下走 看看有沒有中文的字型 我不知道我們這邊 我們這邊還裝滿多的 所以這些 只要你電腦裡面字型 你都可以用 比如說我要 骨色骨香 我就搭配骨硬體 好這也有骨硬體 你把它按一下 但是注意一下 第一次 使用這個字型的時候 會出現這樣的訊息 有沒有 他說你可能去喝杯咖啡再來喔 哈哈哈 OK所以 這個跟你的字體的大小有關係 原則上中文的字體 大家都知道 至少是四五十Mb 沒辦法 中文字最少就要六千多字啊 常用字就六千多字啊 還不是那種全部的 所以 這個要一點點時間 好一點點時間 那 只有第一次而已 等到你第一次做完 下次再用 就是正常 所以這個 必須要稍等一下 好稍等一下 好我的已經快好了 我先還給你好了 好那利用各位你在等的時候 因為剛好我有先開另外一個 這樣比較老奸 那邊做他的 我這邊做我的 好 那 你如果字型的部分 你剛了解的事實上就是這邊改一下就OK 那 再來的話呢 你可以看到其實 解決了中文字型之後 我們再看看你什麼事情要解決的 有沒有可能需要一些 圖形圖片 插 插畫的部分 我們先來看看他到底提供我們哪些 因為其實各位在PowerPoint裡面已經用過很多了 但是你要的就跟他不一樣的 所以我們看一下右手邊 基本的我就不用講 這些都有 對不對 好這個基本形狀沒有問題 圖片 這裡 有沒有看到他有幫你做一些分門別類 好你可以從這邊找一些你覺得 塗布的地方 看有沒有 看有沒有喜歡的 那或者是 假設你要這個 我就點一下 有沒有稍等一下進來了 那 基本上呢 大部分這些都可以放大縮小 所以 比較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都是向量的比較多 所以如果你有需要的 就可以自行調整 這個 圈圈應該是不用我介紹的吧 呵呵呵 好 我看一下這邊有沒有好了 哇 自體加載失敗 好 我看一下 我用比較標準的好了 這個力圓應該可以吧 只是這樣就麻煩 沒有關係 我們先看這邊 所以 圖庫這邊有 那 除了這個以外你往下走 往下走 這裡還有一個 有沒有一個叫角色 跟 我們一般的圖庫 一張一張比較不一樣 角色裡面就是他同一個人 他裡面有分flash 有分png 有分gif 有沒有 那flash的話可能各位在用的時候要稍微注意一下 因為現在網路上的flash已經不行了 所以如果你有用到這個類別的話 在網路上會看不到 假設你的 簡報是要放在網路上的話 他會看不到 但是你在本機上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我們這個簡報做完了 你可以在本機上播放 也可以變成一個執行檔 那所以這個是沒有問題 比如說我要這個 你看我把他點一下 有沒有發現這個人物裡面 他裡面呢就還會有不同的類型 有沒有很多 當然下面這邊就是屬於付費的 這樣你了解嗎 好 那你看假設 現在 這種時間 就很想睡覺有沒有 有沒有一個動畫就進來了 微軟就沒有這個 好微軟就比較沒有這一類的 那這是他的優點 那另外你往下走 往下走 這邊還有什麼 特殊符號那我就不用介紹了 這裡還有別的 有沒有也是swf swf是什麼 也是flash 所以他裡面呢 除了有這些 你還有一些其他的圖庫 一樣他也有分門別類 只是說還是強調一下 flash的部分 你要用在這邊 記得 網路上的 會看不到 等級的沒有問題 所以像我這樣點進來 這裡就有 好去哪裡 在下面 不是 還沒進來 在這裡 所以你可以看到有沒有很多 也蠻多的 那 另外呢 如果你覺得這樣真的還不夠的 我有幫你準備 在這裡 你到我們的這個 任務裡面 你往下走 因為 做教材也好 做簡報也好 素材有沒有很重要 自行也很重要嘛 我只有 提供這個 OK 所以你找一下 因為我有寫播個文章就在講 關於圖庫這件事情 因為現在大家注重智慧財產權 你亂用 也許在 一般的 就是 課堂上的簡報也許還好 反正 你是nobody 別人也是 不會找你啦 對不對 等到你是sumbody的時候 別人就不一樣了喔 你曾經用過的通通會挖出來喔 就要小心 所以你要真正要用 你就盡量找這種 CC0屠庫的 哥有 應該那個 智慧財產權 創用CC應該都 都有 聽過吧 有嗎 沒有 好可怕 呵呵呵 那你們都怎麼去找屠庫來用 因為 等一下我再介紹一下這一塊好了 好不好 所以 我們剛剛那一塊呢 就像這樣子 像這邊 我已經有了 所以我在這裡打中文 比如說我們的那個 有沒有發現現在OK了 對不對 這樣是不是就沒用力了 好 那就還給各位囉 你先試看看喔